晚課起來用功 沒有用智慧調整自己的情緒 認為硬拗 硬拗下去 勉強的這樣子 把他壓下去煩惱起來壓下去 壓下去不聽經不聞法不看VCD 不聽善知識開示 每天誦經就叫做 就叫做修行 每天念阿彌陀就通通叫做修行 錯啦 非常嚴重的錯誤 注意喔 重複信念正念 才是了生死的第一正法 再講一遍 重複信念正念 提起正念 一次又一次的提起正念 訓練 這才能了生死啊 他不是我今天時間到去送個無量壽經 再來接著 地藏經 彌陀經 什麼都不管啦 也不管別人的感受啦 有個媽媽 她在公司航號上班 她在公司航號上班 她一下班嘛 馬上拿了一本地藏經 到佛前送經啊 送經 送完了地藏經 接著就送金剛經 要不然就送彌陀經 她的內心就想說 我要了生死 我要了生死 她不聽經 也不聞法 她煩惱一直在 她認為跪在佛前 送經 就說就修行 她不知道 觀無常叫做修行 觀空叫做修行 觀苦叫做修行 提起正念 強烈的正念 叫做修行 她不知道 她只用了一顆 沒有智慧的心 硬凹 壓下去 念佛 金剛經啊 怎麼樣 可是不了解 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上班的婦人啊 把他十幾歲的孩子丟著 把一個八歲的兒子丟著 回來的時候啊 怎麼樣 到念 宋經送到十一二點 他的先生啊 生氣啊 很生氣啊 非常的不滿 可是他不管啊 可是他不管啊 送他的經 搞得一個家庭啊 居情不靈 學佛有這樣學的嗎 破壞人家的家庭 這個叫做政法嗎 護法機是完全誤解釋尊的善意啊 你是一個家庭主婦 要安住你的崗位 做一個好太太 煮飯 炒菜 正常的時間吃飯 好好的養育孩子 孩子要休息了 要陪他談話啊 說說故事啊 他不是 一味的 不管 丈夫的感受 一味的 不管兒女的感受 我妮娜鬧得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還沒關係的 他吃素 他吃素啊 硬規定他的先生 一定要吃素 他先生 做商的 跑美國 跑加拿大 跑英國 他先生 是有一點佛學基礎 可是在外面 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你吃素 你怎麼辦 他先生不吃素 他不理他 他回來 他也不組這個婚的 給他先生吃 他先生要非常的 強烈的不滿 後來 他 這個婦人啊 又要求他的兒子 兩個兒子 你不給我吃素不行 他兒子去麥當勞啊 買個雞腿吃啊 回來就罵 你這個造業啊 你怎麼樣 罵了兒子就哭啊 先生強烈的不滿啊 後來這個家庭破裂 準備鬧離婚 鬧離婚 現在還在進行當中啊 求行有這樣修的嗎 固執己見 完全 不只顧慮到先生的感受 也完全 不顧慮到兒女的成長 世尊有這樣教的嗎 因為沒有強烈的正念 他叫做強烈的執走 世間人有世間人的悲哀 修行人有修行人的悲哀 因為沒有碰到善知識 我不是說誦經不好 我也不是說念阿彌陀佛不好 我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要用智慧調整 大寮有一個信徒 我在建文書講堂的時候 他就來 建的時候啊 我們這裡啊 有煮述食 我就跟他講 說哎呀 你那時候還沒有 啟用文書講堂 他來這裡的時候啊 有時候我這裡有述食 我請他說 哎呀菩薩啊 留下在這裡吃飯啊 哎呀不行不行 不行 我要趕快回去煮飯 給我先生兒子吃 然後我要送無量壽經 我無量壽經要送三千步 當然人家要送清 我們當然要讚嘆啊 說哦哦哦哦 那回去 他不聽經 不聞法 偶爾他會護持講堂 可是他就是認為 誦經叫做修行 回去 他要趕三千步 拼命的送回去 送送送送 三年五年 他來的時候 每次要請他 多一會兒 不不不 我要回去 送無量壽經 誦經 執著在 煩惱還在 到現在為止 有一天啊 我就跟他講 你已經送了 不要這三千步 你已經送了三萬步有了 他那個無量壽經 是從朝上一直念念到晚上的 中間停起來煮飯啊 給他先生吃 再來就是去佛堂拼啊 你的精進還比不上 我這個大寮的徒弟啊 可是他第二個習慣 就是不聽經 好了 就這樣過了三年 五年 十年了 已經相當長的時間了 無量壽經 差不多念三萬步啦 那不是三千步啦 有一次碰到的時候啊 他很頹廢啊 沒什麼精神 我說今天幹嘛 心情這麼不好啊 哎呀 師父啊 我聽人家講啊 送無量壽經啊 三千步就會有消息 為什麼我一點消息都沒有呢 我說有啊 你有消息啊 你有煩惱的消息啊 無明的消息啊 十幾年前 我勸你要聽經文法 你說你要送無量壽經 我要留下來吃個飯 再跟你說法 說幾句 調整你的觀念 你硬是不接受我的觀念 用你的方式在修行 現在修著苦惱 煩惱 現在壓不下來呢 啊 師父 我快發瘋了 第一個 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 因為常年累累 吃素 吃素以後 因為趕著要送無量壽經 沒什麼煮的 每天都吃蘿蔔嘎 弄個稀飯 隨便吃一吃 吃到後來十幾年 臉有菜色 虛弱不堪 拜佛下節起來 昏天暗地 昏天暗地 營養不良 而你沒有照顧 先生不滿 來到我這兒 我說你今天就留下來啊 吃個飯 師父跟你講幾句話 他說好 這次留下來了 我就告訴他 修正錯誤的觀念 叫做修行 修正錯誤的觀念 叫做修行 修行 修行原來是這樣子喔 我怎麼不知道 我說十幾年前我講 你就聽不進去啊 我怎麼講 我怎麼勸你怎麼不聽啊 你修行通通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啊 不聽善知識的指導啊 十幾年啊 人家兩天正阿羅漢國 那個老比丘尼 不是老比丘尼 兩個禮拜正阿羅漢國啊 你送無量壽經 送了十幾年 到今天都沒解脫 壞 很簡單嘛 方法不對嘛 我不是說送無量壽經不好 我不是說念阿彌陀佛不好 你要有正確的觀念嘛 正確的波勒智慧嘛 要聽經文法嘛 是不是 後來啊他就聽師父的話 每天看錄影帶 一卷錄影帶 聽錄影帶 看錄影帶 以前還沒有VCD啊 回去看 看以後 哇 恍然大悟 原來佛法正念 就在一念之間 佛法正念 就在一念之間 啊 所以啊 我們 由這個 大聊的這個信徒 這個例子 來看 我不是說送經不好 也不是說 拜佛念佛不好 但是你要有波勒的正念 波勒的正念 每天 要聽聽錄影帶 看看VCD 一天一天 道夜一直增長 好 再來 強烈的正念 不是只有淨土中講的 阿含經講的 不是喔 包括禪宗 都是告訴你 要有強烈的正念 黃埔斷計禪師 傳心法要 裡面講得很清楚 修禪的人 要具足三個條件 才能住在 祖師的隔壁 住在祖師的隔壁 先接條件有三個條件 你才能跟祖師大德相應 哪三個強烈的正念 第一個 決定我所求 哇 這個可 一句話就貫通三藏十二部啊 於一切相 於一切法 決定無所求 對世間中等的境界 無所求 因為求 還是生滅 得到的還是會消失 該你的 你就是你的 不應該你的 求來的是一種災難 是一種災難 強烈的正念 第一 決定無所求 第二 決定無所著 簡單講 對一切境界 不住一切相 要下決定心 不住著一切相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若間住相非相 極見如來 不能動一個念頭 鋸著一切的相 你一樣的處理 你的世間的事情 但是要用智慧 要用慈悲心平等心 千万不能动一个念头 伤害任何一个众生 第三 决定无所拒 没有任何的惧怕 没有任何的惧怕 那么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就了解 来修净土法门 统统在一念之间 世尊阿弥陀世尊 就是做到慈悲平等无相 所以他的接引众生 叫做同体大悲 阿弥陀接引我们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就是佛 他不会计较我们 过期的种种的过失 我们不能太自卑 各位看 法照 佛子行这里面这一章 像净土中的 美 净土中的 法照 大师 所以说 必如平忦中立弘世 啊 必如